今天去花旭快散了一圈 买了三颗我认为很漂亮的花花 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样子的 这一颗它标的名牵叫做水莲石壶 有的人叫它红莲石壶 反正就是一颗石壶蓝就是了 它的花朵很艳丽 不花朵的位置很低 它在进步最下面那个位置 就好像是在水苔上面一样 水苔很旧 另外呢 在他们家还买了一颗特价的兜兰 有的人叫兜兰为拖鞋兰 所以它标的名字叫做斑点拖 这一朵花花我觉得也很漂亮 现在是特价50块钱港币 以前是98块钱港币 这三颗当中 这一颗的质料就是最差最差的 另外呢 我在临走的时候 在另外一家店铺买了一颗这样子的兰花 它标的名字叫做白拉索 它的花朵和它的株形 它的植株都很可爱 但是我认为它不是白拉索 它应该是白拉索 跟卡特兰 跟卡特兰 这个老的万能护理液还没有用完的 我们先来隔扎 然后呢把它装到一个喷壶里面 然后用万能护理液喷下它的植料 最主要是植料了 植料里面有的时候会有虫子 有的时候会有细菌 这样子全部给它们喷上一遍 花花呢 尽量的避免 因为有的花朵受得了 有的花朵受不了 进步啊 叶子上面 喷得到的就喷 喷不到的就不用喷了 然后呢 它们这样待着 等我有空再来拆植料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 有点时间 可以处理一盆鲜 这时早上呢 我家有微热的阳光 从这边照射进来 先处理哪一颗呢 一颗一颗来检查一下 这一颗卡特兰 就暂时不用处理 植料还行 那这一颗红年石虎呢 植料不好 但是根还行 那这个可爱的斑点托呢 植料很差 昨天呢 打开包装的时候 飞出了两个小飞鹰 那现在这个时间 就来处理这一盆鲜 它的植料是水苔 很多 并且呢 筛得很紧 植料也很差 上面呢 掏了很多出来 也没有看到根 继续拆 就这么一丁点 根 用了那么多的水苔 状况很差 难怪它要特价 人家说买的永远没有卖的金 它要打特价 一来呢 它的花开了很久了 因为我去了好多次 看到它就开着这个花的 并且我还很忙 好久都没有去过 它还开着 这就是它花开了很久 这是第一 第二 它自己也知道 它的根很差 难怪这么便宜呢 才50块钱港币 继续拆植料 这是烂根 另外呢 还掉下来一条根 这条根呢 是硬的 另外 又剪了一片叶子 因为看不习惯 它的样子 不喜欢就剪掉 我觉得 它的花朵挺漂亮的 白色的底 加一些紫色的斑点和条纹 有点纳质的感觉 就是花梗太短了 能够长一点就好了 不过它是这种品种 旁边有一个侧芽 接下来我会用万能护理液 跟它清洁它的根部 我就不拿去冲水了 这是养护配方当中的原液 跟它喷多一些 然后呢 这样子一清洗以后 很多脏东西就下来了 接下来我去准备植料和容器 我给它准备了这样子的容器 底下是有孔的 另外呢 这个是植料 珍珠盐 昨天晚上泡过水 然后来清洗过 这样子沥着水的 如果你用的时候 你再去清洗的话 就水滴滴的 不好操作 现在它里面 还是有一些湿度的 接下来呢 我会混合一些盆栽土 一起使用 这就是盆栽土 我会跟那个 珍珠盐 一比一的比例来使用 这些分量的盆栽土 大概就是我所需要的 另外再加上同等分量的 珍珠盐 之后把它们拌匀备用 好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种植 先在这个容器的底部 加上一些保密笼块 这样子的话 到时候比较容易沥水一些 之后往里面加一些植料 再把这个斑点拖 放在里面去 比一下高度 继续往里面加混合好的植料 最好是用手辅助 斑点拖 放植料 放到一点的时候 中途要这样子找个东西 这样子压一下 不让它太松散 我准备的这些植料 应该是刚好够它用的 继续往里面填 填到最后 填完以后 我们在最上面 也轻轻的按压一下 让它更平整一些 这就给斑点拖 换好了容器 换好了植料 再看看 换植料 换盆之前的样子 然后再看看 换植料 换盆以后的样子 现在是不是漂亮多了 我估计它现在也舒服很多吧 美丽的斑点拖 换盆 换植料的过程就完成了 那什么时候给水 如何给水呢 我们明后天再给水 因为在拆植料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呢 有伤到它的根 另外 珍珠盐 我不是洗过吗 它里面还有湿气 还有水气 可能有网友会怀疑 我的珍珠盐 是不是有水分 你看我用个干纸巾 轻轻一压 它就有点湿湿的了 这说明我用的珍珠盐真的是洗过的 里面真的是有水分 有湿气的 这是换盆的第二天 早上微弱的阳光又进到我家 那今天呢 要来给它进行给水 给什么水呢 我是用的自来水 那怎么样给水呢 首先是不可以在上面淋水 这样子的话 轻飘飘的植料很容易冲走 再一个呢 不能用喷壶喷水 要不然的话 轻飘飘的植料会喷得四周都是 那我会用泡盆的动作 我先放自来水 用了一个晾杯 装一点自来水 这个绿色的这个盆呢 是等一下备用的 看到我家的阳光了吗 从这边照射进来的 另外呢 我会用一个外杯 往这个外杯里面加一些水 水不能满 满的话 等一下的水就会跑出来 然后把它放进去 好像水一点少 再加一点 加好水以后呢 你看到它会浮起来 因为它水分干掉了 它的植料很轻很轻 先让它这样泡着 我们看看另外两颗 这一颗呢 这一朵花今天打开了 不过还没有完全打开 因为这边呢 还有三个花包 暂时不换它 这个呢 要赶紧换 现在呢 它不浮起来了 它已经吸了一部分的水分 那我们继续让它这样子泡着 几分钟过去了 已经泡好水了 那怎么样叫做泡好水呢 我们来看看这上面的植料 这些位置已经水水的了 说明它的水分已经倒到上面来了 这就叫做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又把它拎出来 我们香港人说的控水 也就是泥水 把它呢 从这个外杯里面拎出来 我刚才准备好的这个绿色的盆 就让它在里面泥水 另外呢 这个红色外杯里面的剩下的水 倒掉就是了 倒掉以后 我会用它来做外杯 把泥好水的这个半点拖 放回这个容器里面去 这样子就可以了 等它下次植料快干透的时候 我们又这样子进行泡水 摆放的位置呢 昨天我是摆放在光线比较差的地方 那现在开始在我家可以随便放 因为我家的太阳 只有早上一点点微弱的太阳 只要不是太阳直晒就可以了 肥料呢 不用施肥 因为这个盆栽土里面 本身就有肥料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